各位玩家朋友们,冰冰又来啦 等于上次带来的第一张S级装扮,小伙伴们还满意吗? 那么今天的节目,冰冰就继续教大家如何S级通过第二张吧 进入第二张,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关 莉莉丝的蒙罗波波 通过南南与波波大喵的对话 我们可以得知这一关的主题是莉莉丝童话风 再通过大喵给我们的提示,华丽,可爱 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一轮的搭配啦 大喵的提示是游戏得分的关键 如果搭配的服饰发型等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属性 当然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不同的物品上 以不同属性为重点,以保证两个属性都会有所满足 例如,我们可以在发型上体现可爱 在下妆上体现华丽 再通过同样的方法将袜子、鞋子、饰品搭配好 便可以参与最后的评分啦 屏幕下方为人物技能 使用得当会使得分增加不少 至于具体如何使用 后面的节目,冰冰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一下最后的得分吧 是不是大大的S呢? 还会有几率获得各种服饰哦 好了,那我们现在继续进入第二关 《艺术之都西西亚》 前面的对话都是游戏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但如果错过了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进入游戏之后再查看任务提示 简约活泼就是这一轮的主题啦 还是依照上一关卡的顺序进行 首先查找自己的衣柜里 有没有同时满足两个属性的物品 如果衣柜物品不多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服装店寻找一下 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饰品什么的也要搭配 有点麻烦 但是冰冰不得不说 这也是很关键的要素哦 也许A与S之间就是蹲那么一个项链什么的呀 也许冰冰推荐的物品小伙伴们不是全部拥有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物品代替 不是只有完全一样的装扮才可以达到S级吗 只要手机满足 这都不是难事哦 那么接下来冰冰也就不一一介绍剩下的关卡了 分享几套S级评价的搭配给大家欣赏一下吧 小伙伴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让奶奶成为你美美装扮的model哦 第三关简约优雅 第四关可爱清纯 第五关简约活泼 也许有朋友注意到了 这一关的两个属性和第二关是一样的 这时我们便可以在第二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猴子部分的要求 当然用同样的组装扮也是可以的 第六关优雅可爱 第七关 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 要求搭配睡衣 那我们就来搭配一个萌萌的熊猫套装吧 话说这也是这一张的通关要求哦 第八关优雅可爱 第九关华丽优雅 第二张还有一个特色 便是出现了支线任务 华丽优雅和简约优雅 应该算是相对应的搭配 不一样的风格却是一样美美的 好了第二张也就这样结束咯 会不会还有第三张的搭配展示呢 就留一个悬念吧 拜拜 拜拜